这个女人刚从车里醒来 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因为她发现自己的汽车竟然着火了 而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汽车的正前方 还有一群悠闲的山羊正在散步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刚刚急救中心接到暴警 公路上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消防员收拾装备立刻出发 赶到现场后 他们才发现 一辆轿车和一辆货车相撞 货车后面的棚箱侧翻在地 一群山羊从里面跳出来 正在悠闲地散步 K起让两名队友拿着照明弹 放在事故现场的尾端 防止其他车辆撞上羊群 就在这时 轿车上的女人发出一声惨叫 只见基盖燃起了熊熊烈火 女人被这一幕吓坏了 消防员赶紧拿来灭火器 迅速扑灭基盖上的火焰 木齐拿来了液压钱 点在上面的缝隙处 叮嘱女人千万不要乱动 液压钱慢慢发力 很快就承开了车门 消防员赶紧将女人从车里救出来 女人告诉布莱尼 自己只是低头看了下手机 说话就意外发生了 布莱尼让女人跟着自己的手指 转动眼睛 确定剧烈的撞击 没有让女人出现脑震荡 紧接着又检查了女人的心跳 值得庆幸的是 女人只是头部受了一点皮外伤 消防员将女人抬上担架 准备将她拉到医院进一步检查 而与此同时 火车上的司机也终于恢复意识 她告诉消防员自己什么事都没有 说着就自己下了车 现在她唯一想做的事 就是将自己的山羊弄回到车上 K姐看了看满大街的山羊 又看了看司机满头的白发 她主动找到赫尔曼 提出用起一个月袜子来打赌 看两个人谁抓的山羊最多 其他队员做裁判站在一边 赫尔曼很快抓了六只山羊 而此时的K姐才抓了三只 面对最后两只山羊时 赫尔曼和K姐一人一只 顺利帮司机将所有的山羊抓回捧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尔曼